其實我知道除了一些 modern 的設計之餘 應該還有一些不同類型的主體設計 其實有什麼主體設計我們可以欣賞一下 我還有一些圖片 好 我們看看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泰式的味道 泰式 但是這次有一點特別 好像我們有一幅白色的長身 中間就是做了一個 在泰式設計裡面經常用到那些挑花的木的圖案 但是背後就會打乾 但是只要我們當作兩三年後 我們不喜歡這些泰式的裝飾品 我們只要換了一幅現代的 整個感覺也會有不同 而且我覺得現在我看到這幅設計 我突然間有一個感覺 就是你們不單只是設計上面去滿足客人的喜好 我感覺上就是 譬如這間屋的屋主 可能他是信奉這個宗教信仰 都可能是跟泰國有關的 變相來說可能他在擺設上面 都需要一些 泰式的 一些可能是 一些偶像的擺設 你們都會要配合到 是不是 其實設計上我們一開始之前 我們必須要問客人拿一些資料 等於他有沒有宗教信仰 也有沒有看風水 或者包括他家裡有沒有養寵物 都會足以影響到整個設計的變化 其實如果有養寵物的話 是不是可能在物料上面 或者顏色上面都會有不同 其實我反而想了解 物料上面是否有什麼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兩種寵物 我們經常面對貓和狗 他們經常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會隨著小便 如果你用木地板 這個問題就會非常之大 因為如果他還未訓練到 他去洗手間的時候 他可能會隨到小便 變成會令木 會吸入味道 可能要用一些雲石 用一些石地板 用磚 用磚 就會好一點 另外Ivan 我也想了解一下 譬如現在香港那個 樓的設計 譬如有些鑽石型 又或者譬如我上次提過的 什麼眼鏡房 其實會不會說 原本的房子 什麼的鑽石型也好 或者三角形也好 很有趣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就用來配合什麼 不同的風格 會不會說怎樣去做一個 配合呢 其實 反過來我們不會是 因應那間房子的大小 或者鑽石型 或者眼鏡房去做不同的風格 最主要是因應客人的要求 以及它的品味去做 是 就是這樣去 不會說鑽石型就適合做 做歐錄 不會 不會說眼鏡房又適合做這個 太色 就不是 就並不是這樣的 哈哈 我想了解一下 譬如有些 有些 有些 屋主 不太懂設計 好像我這樣 很多東西都真的不明白 可能在擺設上面 跟那個 屋的主體風格 完全是 不 吻合 或者可以 覺得好像格格不入 其實 有些什麼 我們要留意 就是主體 跟那個 配角 可能是一些 我們要怎樣去留意 其實我們說什麼是主體 什麼是配角 其實整間屋 牆身 地板 我們的設計 我們的家具 我們叫主體 配角是什麼 好像一張餐桌 一個沙發 窗簾 一些擺設品 我們就叫配角 很簡單 舉一個例子 如果我們做一個 中國式的設計 但是如果你擺一張 玻璃台面 不受鋼腳 已經是 很不配合整個 中國式的設計 也好像 剛才我們經常說 一些簡約 柔和的設計 當作 地下用米白色的磚 長身用米白白 柔和的木 和長身 本身 這是很協調的 但是如果你選擇一張 鮮紅色的窗簾 這個配角 就會變為主角 會搶好整個很柔和的顏色 所以 其實配角方面 我們都要很小心 像一些泰式的設計 我們都要放一些 好像佛像 或者比較木 味重一點的裝飾品 相對地就會配合得更加好 如果不是的話 就好像我們 中國人有句話 就叫做 梅仔大過主人 對 一走進去的時候 就會搶了 屋原本的設計 主題 對 對 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自己本身有些東西 喜歡鮮色一點 例如整個屋 就是 我們剛才一直都有說 就是用一些暖色系列 例如米白色 一些粉色系列 就會比較柔和一些 又或者在地板上面 用一些磚 又或者是一些拋光的石 就會因為反光程度大一些 感覺又會比較寬鬆一點 但是 我又很喜歡一些 例如黃色 又或者我真的很喜歡紅色 我怎樣可以夾雜著放下去 其實當作 如果我們 有些業主特別喜歡紅色 或者黃色 我就會建議 在什麼地方用這些紅色或者黃色 你可以在畫 一些擺設 更甚至可以用布沙發 這些都可以用一些比較色彩的顏色 為什麼 黃色的畫 紅色的精品 這些全部都可以變 就是當你 我體驗了 我可以變 但是如果你在一個主體 那裡 就放了一些 這類的色彩 你想變的時候 都不能變 明白 所以就等於我們小學的時候 老師給我們的圖畫 一定是白色 或者米色 白色的圖畫 就是我們的主體 我們可以在這張白色的圖畫 裡面加 紅的花 綠的草 藍的天 白的海 這些可以變 就是這樣 就好像 之前在第一集你說過 就是說 有些在裝修完之後 才發現原來覺得空間小了 就要靠這些擺設上面的東西 來擴闊空間 因為這些東西容易去變 就不要想著在主體上面用這些顏色 那就會好些了 我想了解多一點 比如在室內設計上面 通常我們會用到什麼 真真正正的 什麼物料 去配搭 各樣東西 可不可以為我們講解一下 我想物料方面 我們主要分幾大類 首先我們就是 說我們的 木材方面 就是我們做家師的木材 現在在市面上 主要都是分三大類 我們說的就是 我們叫做圓木 就是舉木、楓木、白杖木 這些我們叫做圓木 一般用木的感覺 就會比較暖和諧 但是第二樣就是手素漆 手素漆 就是好像白色、灰色、紅、黃、藍 手素漆可以很鮮艷 很多色彩變化 但是手素漆就要看回家庭成員 當作一般你家裏有小朋友的話 我就不會這麼建議你用手素漆 因為手素漆就容易花 就是一有碰撞就會花 那它維修 即是說想撿好 維修方面 就會比圓木式困難一點 第三種就是膠板 膠板一般會用在廚房和洗手間會比較多 但是現在也有些父母 他想小朋友的房間鮮艷一些 還有想內用一些 都會用一些膠板來做小朋友的房間 在木材方面就主要分類幾種 在地下方面 一般我們就會有地下磚 磚磚其實我很喜歡的 我的客人我差不多九成都希望他用磚磚 因為磚會比較直光猛一點 無論清潔、維修、保養、打理都會簡單很多 即是磚很髒 就算拿刷刷也沒有所謂 磚其實我會比較喜歡一點 但是我們勉強說有兩個不好處 第一就是如果真的房子有小朋友或老人家 相對地跌低的時候 可能傷害性會略略大一點 還有就是感覺會冷一點 第二樣就是地板 地板感覺會暖一點 相對地跌到地板上的傷害性會比較小 但是問題就是在保養、打理方面都會不會那麼好 假設你有一幅地板是花了或者跌爛了 就算你有保持之前裝修的地板 你換了它 它都會有陰陽色 所以真的不是那麼理想 第三種就是地毯 地毯如果是家庭 就更加我不建議用 因為它會有很多細菌 或者我們經常聽到報紙說有很多不同的美生物 很多時候也會令到小朋友有哮喘 因為香港地潮濕 變成不太適合 最後就是腸子、乳膠 一般我就會建議客人用乳膠多一點 因為乳膠望落整間屋會比較光亮 其實這次真的有學到很多很多關於室內設計 這次不只是室內設計 不只是風格 甚至乎連材料我們都了解多了和清楚多了 不過剛才Ivan你真的說得很對 譬如用的物料 就算是有不同年齡的家人 有沒有養寵物的習慣 都有很多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買了樓 要裝修家裏的話 我相信最好都不要自己去 就這樣找裝修工程公司去做了就算了 找一個專業一點的室內設計的人才 專業人士去自己去量一量 想一想 相信是會很好 而且是非常值得的 其實我還有很多問題 是需要和Ivan你請求 不如這樣吧 強人所難 想多你一集 和我再聊一次可以嗎 可以的 多謝你Ivan 今次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在這裡也再次感謝Ivan上來和我們聊天 下一次希望大家繼續收看我們樂在祈居 多謝你Ivan OK 下次再見 OK 謝謝 多謝 各位觀眾 我們冬天的時候 我們有時洗澡 都希望會放暖爐在洗手間裡 我們其實有其他方法 就是可以在天花裡 裝一些暖淡或者一些暖風機 來取代這個暖爐 因為如果當作家裡有些小朋友 如果你放暖爐在洗手間裡 相對地危險性就會大了 我們嘗試改變一下這個方法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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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了